电视业节目 部落诈骗集团超级多 什麼 好 來一個 我就打一個 哈囉 歡迎收看 電視业节目 六個囉嗨 我是助教大午師 馬桑羅斯阿雄姐 嗨 妳說部落詐騙 詐騙集團啊 我真的會很生氣 真的 為什麼你們好好的人不當 要當愛騙人的人呢 難道你們沒有看聖經嗎 是不是 你們犯下聖經嘛 你們怎麼可以騙人 老師從小就教了 好了你 好 孫則是 就是講到今天這一集 除了生氣之外 要特別呼籲 我們在部落的長輩們啊 我們的子娜 然後母母 還有阿姨們 還有一些 反正就是長輩啦 都一定要注意 我們今天一定要看這一集 因為今天有很多人會來現身說法 也有很厲害的專家 來教我們告訴你 分辨這個是騙人的 這個是真正的 好嗎 對 一定要好好學習啦 當然我們今天也有邀請到 有被騙過的部落代表 首先第二門歡迎大午師 我說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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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真的有接過詐騙電話 真的喔 待會兒再來分享 怎樣...好 等一下來... 等一下來聽你的 我們先介紹他們 我們現在有被騙過的部落代表 好不好 好 首先邀請我們的阿布師 嗨 歡迎阿布師 我是被騙過的部落婦女代表 阿布 歡迎阿布師 嗨 妳好 再來是我們的亞馬 大家好 我是亞馬 大家好 我是亞馬 嗨 歡迎 帶來這一位 老朋友了 老朋友 他真的很開心耶 來 我們的高青池高大哥 小心 我是布農族 手力 大家好 這在叫動作 不錯...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新朋友 L'BARC 我是來自花蓮部落青年 L'BARC 歡迎您 歡迎 再來是我們林晶晶 大家好 我是台東慈善部落的迪映 今天來上映 電視夜間部 電視夜間部 是... 很緊張 很緊張耶 沒關係啦 不要緊張 我們這邊都是真的 沒有在騙人的啦 沒有在騙人的啦 對 不用擔心我們這邊會詐騙你 沒有...沒有這回事 很可愛 你這個剪掉 很可愛啊 不用剪掉 很可愛啊 真的很可愛 你看他從個性上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真的很像老師 很容易被騙 對 被騙是有跡象了對不對 對啊 除了這五位來賓之外 今天我們有邀請到 很厲害的專家 有刑事局的耶 例證方面 我們首先歡迎 台北市刑事局預防科的偵察員 邱俊瑋 邱先生 大家好 我是邱俊瑋 你好 第二位 是我們桃園縣原住民 跑則發展協會的理事長陳文勝 陳先生 真的 別上當喔 歡迎 我們來... 泰亞族的嘛 對... 第三位啦 這個就是我們服務在第一線喔 是的 165詐騙集團相關的 我們的165第一線 服務員警陳士均 陳先生 來 主持人 各位來賓大家好 165不那麼煩詐騙 阿里曼 阿里曼 阿里曼大哥 對 有你真好 對 有你就...很多人就不會被騙 對 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廣告都在講啊 只要你有接到 儀式是詐騙的請播165 是 這個還滿重要 所以今天很開心 有看到他們三位在這邊 可以解答我們很多的疑惑 首先我們先來分享看 每個人的詐騙經驗 從你開始 從我開始 對 老實說 這個是在我高中時期 那已經很久了 然後我就辦了一個行動電話 然後沒想到我就接到電話了 他說 先生 我說是 你的女兒在我的手上 然後你就回答他說 什麼 我的女兒 怎麼會在你的手上 對 二話不說 請你準備十萬塊 到哪裡哪裡 咖 對 不行嗎 太多了嗎 等一下 剛剛他跟我說 他有接到那個電話的時候 他說 請問一下是哪一個女兒 來 腳本可以隨時改 因為播出的時候我要 還是有形象啦 不能說 哇 高中生你可以跟... 有些人他會跟那個詐騙集團的人 開玩笑啊 對啊 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我問一下 老師 我的女兒被綁架了怎麼辦 你太誇張 高中生你... 有沒有女兒自己都搞不清楚啊 根本就沒有嘛 根本就沒有啦 好啦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真正的... 我看起來很聰明齁 有沒有 還OK啦 有... 對... 就看起來很聰明嗎 可是還是被騙耶 怎樣被騙 我沒有當愛情的騙子喔 欸... 真的... 沒有啦 真的 因為我很... 很喜歡交朋友 然後可是我一個很好... 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 那時候很流行那個MSN有沒有 然後就敲...他就敲我 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買一個東西 我現在來不及這樣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我不會念耶 英文... 什麼... 遊戲卡 喔 點... 那個遊戲... 那個點啦 對... 你看我都不懂喔 去便利商店買那個卡 對... 我都不懂喔 我還去... 特別去買喔 花了我五千塊 對 然後後來... 就我在敲他說 欸 我買到了 可是那個人就沒有回我了 所以還好我都沒有把那個條碼 全部都給他 撕掉 就是... 他們說後面有一個密碼 對啊 序號 對 還好我沒有把那個序號給他 所以 那個五千塊我就 還好那個商店也願意還我錢 喔... 對 這個應該是你朋友在跟你惡作劇吧 對啊 沒有沒有 是真的 就只有被騙這一次 他們的其他人 因為他後來我... 因為他在美國 然後我跟他聯絡之後啊 他就跟我說 你也相信喔 我又不玩遊戲的人 就... 可是我想說他好...很急的樣子 就是他的MS的那個 他朋友的帳號應該被盜 對 被盜然後就用假件是你朋友的名義 對... 跟你講說我需要那個序號 遊戲點檔對不對 對啊... 一個單親媽媽五千塊耶 所以這個是網路上 類似像虛... 很多人買那個虛擬寶物的這種 詐騙手法 對... 這是阿布斯的經驗 好啦 YAMA... 我是... 接到那種是... 我一接他就說 我是某個集團 然後他們是用電腦亂碼 去抽電話號碼 然後說 你抽到的筆記型電腦 喔 他就說 筆記型電腦耶 很典型的 對啊 然後我就... 我以為啦 我以為是真的是... 集團的 真的是抽到我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越想越不對 我也沒有抽... 參加什麼東西 後來我給我爸爸接 他就說 我爸爸接罵他 你不要騙人了啦 有這一段 很兇 所以... 所以你爸爸頭腦還比你清楚 我去雜貨店買 從來就沒有什麼可以抽獎的 怎麼會有那個... 筆記型電腦 那個什麼用 可以喝嗎 來... 我們換那個高大哥 這個是在八八水災的那個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帶了一批人 到那個... 災區啦 是 剛好那個時候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會追蹤到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是某某電子公司 每年都有抽獎 結果他告訴我說 恭喜你啦 你的身分證... 你的電話號碼 身分證號碼是這樣的 對不對 我說對啊 他們怎麼知道 我真的是不曉得 後來他說恭喜你 你抽中75萬元 哇... 當時我說... 我一直在想 我什麼時候有... 有這個... 沒有那麼信用吧 又... 也沒有這個... 透露我這個身分 或是幹什麼 後來我想這個應該是詐騙 我就跟他講 那你這樣好了 你把那個獎金 把我轉送到那個... 救災指揮中心 好聰明喔 對 後來... 後來他... 後來我不曉得 從後面那邊就... 好像在罵人 不好意思在講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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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開始咬咬咬咬咬咬咬 不是客家人啦 我知道... 對... 對... 我們在字幕上面會有亂碼 亂碼出現 對... 這高大哥還算是還滿機靈的耶 對啊 因為他們就沒有再抽獎的那個情況 對啊 從來也沒放下過 可是不一定啊 有些人他會就是很興奮 一聽到75萬就很興奮 講說是不是我女兒或者是誰 有... 有嗎 這個人爸哥有嗎 人爸哥有嗎 一定是這樣子被騙 其實我跟你講 那時候真的滿特別的 也是接著那種電話說 恭喜你... 我說 那...他不是會有那種很吵雜 那種很熱鬧的聲音 是嗎 然後結果說 真的嗎... 我真的很認真說 好高興這樣子中獎了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說 那我們現在在台北 那你要先會請過來說 沒關係 我等我朋友 他說請在台北來領獎這樣子 他說 我可以叫我朋友領嗎 他叫我過去去領那個錢 他說 抱歉了 現在我們會改到高雄了 他說 沒關係 我還有兩個小時 我就去過去啊 他說 他就掛掉了 所以他們還要再拖延時間是不是 對 就是要叫你先匯款 就是要叫你... 就是不要你本人過來 叫你先匯款 然後錢會寄過去這樣子 是 他的經驗 是 然後我們的金大哥呢 我身邊也曾經有這個例子 因為我太太 她就跟我講說 老公... 我們有被... 那個某某那個... 雜誌社喔 他說我們有抽到一部汽車這樣 他說那好啊 那就直接開過來 到我們這邊去鑰匙交給我們就好了 他說不行啊 他說要... 要那個什麼... 要花票錢啊 還要幫你過戶 掛牌的錢這樣 他說要先給他 他說 那這樣啦 我跟我太太講說 那你跟他講 你跟他說我們車子喔 搭很快 發小一點 搭很快 搭很快 那個人這邊都不來了 他說麻煩幫我換現金 好聰明喔 對 真的是詐騙無孔不入耶 對 然後其實這是我們這邊 現場分享的經驗 我們就來問一下 最常接到詐騙電話 應該是165反詐騙專寫吧 陳大哥 沒有錯 對 上訴的時候 情況都算常見嗎 你都有碰到嗎 沒錯 都幾乎都碰過了 都碰過 而且都是... 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每天都會發生 是... 最常有的狀況大概是哪一種類 哪一種詐騙 都是要匯款的嘛 現在 詐騙不外乎都是一定要匯款 對 目前比較常見的就是 檢警的詐騙跟那個分期付款 檢警 分期付款是怎麼的詐騙 檢警就是假... 假冒... 檢察官警方人員 就是司法人員的這一部分 分期付款是... 主要是針對網路購物 買賣的這種詐騙 對 還有... 像那個高大哥他講的 這個也有 用中獎的方式吸引你們過來 分期付款可以詐騙喔 我簡略說一下 比如說你網路購物完以後 因為... 你的當初的那個交易的資料內容 被詐騙集團得到了 得到了以後呢 因為他知道你們雙方交易的那個... 其他的細節 然後他就尾稱那個賣家 或是尾稱銀行 來跟你打電話說 上次我們網購的時候 因為系統的或是作業人員的錯誤 對 或是疏失 他就說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必須要... 每個月要扣你的款項 他說按月扣這樣子 對 那比如說你買一個東西100塊 他會跟你講 你要扣12期 或是36期 如果是常常在... 像我還滿愛網路購物 我會相信耶 對 因為他的... 對 因為他的... 你講什麼 他都知道你買的東西 因為他已經得到你們當初的 教育的內容跟資料了 不是 這怎麼會得到那些資料咧 這一部分我們還在那個... 偵查當中 是在賣家上面就可能 有可能就流露這樣子的個人資料嗎 資訊嗎 這個... 這個想問一下那個邱大哥 他一直點頭 他一直點頭 對... 我補充說明一下 對啊 因為我本身也是刑事局支援165專線這邊 是 我跟世君在同一單位這樣 是 那其實... 這個怎麼取得個人資料 因為其實我們在網路購物的時候 其實它有滿多流程 包括我們上網填資料 對 有可能我們自己電腦中毒了 那所以... 你電腦中毒 當然你自己所購物的資料 就會洩漏出去 這是一個部分 那賣商品給我們的店家那邊有資料 那他要出貨的時候 這個出貨的貨物... 這個物流商那邊有資料 那有可能都是... 資料會外洩的原因就是 電腦你可能中毒不安全 所以導致這個歹徒手上有你的購物個資 然後就接著像世君這樣講 他說會分級付款 接著你會緊張嘛 然後他就叫你去操作提款機 對 所以我們這邊提醒朋友就是說 假設有不熟識的人 不管是銀行或是什麼 請你去操作提款機 這個一定都是詐騙的 就是你不要聽從他的指示 去操作提款機 否則你會把自己的款量回出去這樣 是喔 一般的話你給他嘛 對 他這一次之後不用 我怕你會誤會我說詐騙其他 我先給你 因為吃票他先嘎進去 可是三天之後跳票啦 這個經驗也是很好啦 因為一代年輕也沒有在坐船 還有這個經驗 剛好這樣的心啦 這個過程 感覺心裡 總算有自己做的一艘船出來 比較有成就感 因為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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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所以,其實就是包養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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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南下 著是誰 但是,我們還是要社交所 所以你有沒有活不一該 这一谈你故 便是伤感 我以前是一个老师 我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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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很純樸的生活 過去我們在山上 整個山上還沒有被破壞的時候 那種很純樸的生活 其實我最喜歡 我有聽過另外一種 他就會說你好像是跟 比如說健保費沒有繳 或勞保費沒有繳 就是跟公家... 對 就是假冒公務機關 但是他最常的借口 我就想問這個 對 你知道我們其實老人家 雖然不會用網路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 那個阿莉滿老師有沒有接過 就是那種老人家會講說 怎麼辦 那個好像有檢察官打電話說 我好像有那個什麼案件 對 他會有好幾種借口 一種就是你這樣講的健保費 但是他會講說 就是有人拿著你的健保卡 到醫院 他會說我是某某醫院 他會說今天有... 某某小姐 今天有一個人拿著你健保卡 要去申請什麼補助款 或者是有人冒用你的證件 這是一種借口 那另外有可能會說 你電話費沒有繳 或者是你積欠大耳的電話費 然後接著就會有假的警察 假的檢察官出來 他說那你涉及刑事案件 所以檢察官也會打給我 就是假的 假的 他是假冒的 他不會臉一系列這樣喔 對 所以這個電話的過程 可能他要跟你講大概40分鐘 也太忙了吧 而且... 40分鐘 對 因為他要換好幾種角色 然後通常受騙的都是中老年人 因為他害怕嘛 而且白天我們年輕的... 年輕人不在出去上班 所以他也沒有求助的管道 他就一直跟對方講電話 然後就是陷入他的圈套裡面 一個完整的劇情這樣 最後就會有假的書記官出來 我們... 報章雜事上常看到嘛 就是... 電視上常看到 就是年輕的車手 就出來領錢 就跟你納錢 這個手法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連書記官啊 檢察官啊 警察都可以講嘛 他那個聲音裡面的場景都有出來耶 就說還有打電腦 還有那個聲音 對 我來接... 我是檢察官 連警鈴的聲音都有啊 都有啊 真的 那就是假... 我們曾經還發現一個案子 就是說他連假的那個警鈴 然後連那種逃跑的... 就是有人要跑走的那種 演得很像啦 所以就是說... 他們辦公室簡直就是 已經為了這個在設定了這樣 他是不是有搭一個攝影棚啊 之類的 搭一個攝影棚在那邊 書記官就坐上面 對... 而且你要講什麼話 然後他搞不好都分配好了這樣 對啊 他們就是一整套的這個 所以他們可以騙很多錢啊 陳大哥一直點頭 是受害者嗎 對 那陳文盛 陳大哥呢 其實現在有一招比剛才我們高大哥啊 魯巴斯所講的這種啊 比他更高招了 真的喔 這個就叫支票存款 支票存款 這個我不懂 歹徒就告訴你 我是某某公司的 您中獎啦 你中了50萬 是 他說你的帳戶給我 對 好 你帳號給他了之後 第二天他打給你啊 你去刷他看 果然帳戶裡面多了50萬 就是存責裡面多了50萬 好 逮特就打電話給你 怎麼樣 陳先生 你帳戶有50萬了吧 是不是真的中獎 你一看 對喔 50萬 但是你還有一個手續沒有做喔 那個要繳 繳我們講的稅金 15%的趴數 你這15% 你自己要繳喔 好 那一般我們看到 我存責已經有50萬了嘛 那15% 他馬上就轉給你啦 所以當下 只用自己的錢就轉了 那你一轉了 真的 上當 被騙了 這個活生證例子 在去年我一個同事 就是這樣被騙了 這是最高招的 就是支票主管 一般的話你給他嘛 他這一次說不用 我怕 你會互惠我說詐騙其他 我先給你 因為支票 他先嘎進去 可是三天之後跳票了 所以你也領不到錢 隔天銀行告訴你說 你這跳票沒有錢了 所以先嘎對方帳戶 就已經看得到了 看得到了 你就可以刷他就可以了 但是有三天的交易信 三天 對 你跳票啦 銀行會告訴你說 你的支票跳票了 那你就摸摸鼻子啦 簡單來說就是先看到 但是你去提的時候 他沒有錢 他要三天以後才沒有 我看他一個人還在我 存款部我再... 對 但是我們一般聽到這個 不會覺得 就會覺得我不趕快會喔 那個我的連50萬都沒有了 一般我會覺得這樣子 對啊 這個就是掌握你的弱點 真的 人性的弱點 不過其實你看 這邊現成說法 不過今天我們有準備 一個詐騙的VCR 對 有一個集體被詐騙的一個新聞喔 是族人們 大家有看過 真的... 而且還帶你帶團出去玩喔 對 對 很恐怖喔 那不知道誰帶著團耶 對啊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則詐騙的VCR 族人 前往中國大陸觀光的情形 越來越普遍 但也存在著犯罪的動機 尤其最近立委 接獲民眾的陳情案 都和前往中國投資的情形較多 但這種以老鼠會的方式 吸收花東的族人 有不少是以卸任的信員員和代表 甚至有的是以退休的老師 他們免費到中國廣西南寧考察 實際上是去參加一連串的洗腦課程 族人回到台灣之後就開始籌錢 立委服務處紛紛接獲陳情 由於東部花蓮台東原鄉有不少的族人受騙 立委特別呼籲族人勘緊荷包 以及要求司法單位介入了解 由於事態嚴重 廖活動也積極要求公平交易委員會 在花東加強舉辦多層次傳銷法令的宣導 並提醒族人不要輕信假傳銷真詐騙投資的手法 過不過分 過不過分 對不對 因為傳銷直銷一直是在我小時候 在部落裡面最常碰到的這樣子 的一種詐騙手法 因為它就是老鼠會 它就是非法吸金啊 是這種 而且它現在已經進步到 它會讓你出去玩五到七點免費食宿的旅行 對 出國 有通過像類似這樣子的詐騙的那個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集團的手法了吧 邱大哥 對 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刑事局一直都有在注意這個犯罪集團 而且我們也多次破獲 但是講真的就是它還是一直在台灣 春風吹右身的 還是存在 因為分析它的原因第一個 它就是它真的會帶你出國 然後到廣西這個地方去 然後會有自稱是廣西當地的官員 然後帶你去VIP市 然後就是創造一個情境 就是說廣西當地的發展很好 然後你投資多少錢 然後你就可以回饋多少 然後它真的可能第一個月 它會給你一部分的錢 讓你逐月領回 那為什麼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 你去它把你當貴賓這樣對待 而且你也真的拿到錢了 雖然這個錢不是 離你當初投資還一段距離 但是它用的手法就是我一個找一個 一個拉一個 所以你會再去找你的朋友 會再找你的親戚 但是這個手法恐怖的地方就在於 如果上面的人 如果最後他把錢捐款錢討 你下面的人就是拿不回那個錢 那這邊告訴大家一個正確的投資觀念 任何的投資商品在台灣 一定要經過我們金管會的合可 所以這種吸金手法 先不管說你拿不拿得到錢 雖然說你拿得到錢 但是這個都是非法的金融產品 那投資就是高風險高報酬 第一個它不合法 而且它非常高報酬沒錯 但是它就是很高風險的東西 如果有人把這些錢捐款了 那你可能你整個財產都沒了 甚至很多人就是賣土地啊貸款的 就是為了去投資這個東西 不知原來背後卻是害人惡魔 對 而且他們真的是放長線釣大魚 前面前置作業都做得很精細 就是後面的時候 再慢慢把你騙回來 這個真的是很恐怖 而且非常惡劣 他們還有透過工部門 到這個社區裡面做簡報 就業輔導 還做簡報啊 對啊 因為很多失業的嘛 不論不是都失業嗎 然後大家一聽 大家都開始打電話說借錢 然後來去投資這樣 才搬移車就沒了 對啊 我們這邊親戚都有很多人 就極資啦 就極資為了要投資這樣 哇 那麼好賺這樣子 還有一種 在部落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碰過 就是要拿你的身分證 有 有有沒有 有 還借你的存款簿這樣 借你的存款簿 你存款簿還借他喔 對 他說可能他的 對 他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直接 直接就是身分證或是存款簿 就用五千塊或是八千塊來買 對 這是很直接的 另外一種就是說 他說我們有個公司 他用很輾轉的 最後取得你的身分證 來做一些 做一個影印啊或什麼 他最後的目的就是要拿你的身分證 跟你的那個影本 其實 在部落裡面很多 好高興喔 哇 只有給他 然後明天回來就有千塊 然後就會跟阿嬤阿嬤 你差會有千塊耶 這樣嗎 對 像這樣子的詐騙手法 他是買身分證這個詐騙手法 他沒幫你們進行 對 實際上如果說目前來說 如果說你針對 只有單純拿身分證 不管他是證 反而是影印本 要看他的後續發展情形怎麼樣 才能夠判斷 是 對 因為現在目前都要雙證券嘛 高大哥 你說他們拿那個身分證 為什麼他們會給五千塊 不是 他 他後面的趣度是不曉得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有法院的人就找到他啦 就是說可能有他的 他可能是拿了他的身分證 或是還有他的影本 是跟人家貸款 拿錢了以後 他就是一個空...就是人頭 我知道 人頭啦 是嗎 是不是人頭 這個要請抓一下 對 要請抓解 剛剛世君你有講到喔 這身分...其實你現在拿身分證 其實現在我們管制嚴格 不管你要辦手機 辦銀行帳戶都需要雙證件 對 所以其實他拿了你的證件呢 其實是沒有用的 他最主要呢 他是要騙你的帳戶 比如說銀行帳戶 他可能其實... 現在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就是說 他到部落裡面去 要跟你買你的存折帳戶 然後他跟你要提款卡 跟你要你的提款卡密碼 他拿了做什麼呢 就是他會去騙其他人 把錢匯到你的戶頭 然後你就是變成說 你變成人家的人頭帳戶 你拿到的五千塊很高興 但是其實你就變成是一個 幫助別人 騎錢的一個人頭 對 就變成說 因為歹徒他不敢用自己的名字 會被警方查棄 所以他用買的方式 那我們也發現有人去買 跟部落買電話卡 那因為其實我們部落的 我們的朋友比較單純 就覺得我就是... 反正我就全部借他用而已啊 只是拿他五千塊 我電話借他用 但是他可能拿這個電話 就去騙別人 拿這純布去騙別人把錢匯進來 所以當時刑責會算到我的頭上 其實要看... 其實要看你當初你知不知道 你做這件事情 你被騙了這件事情 對 就是假設其實你收了錢 其實講真的 你就是必須負一定的責任 因為其實這邊要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你的金融帳戶 代表你個人的一個金融信用 你不可以說 我不知道他拿去幹嘛 但是你的確拿了錢啦 那你的電話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自己要 自己要保管好自己的 你一定會有一部分的行政責任啦 對 那這邊也是提醒大家 講了這麼多 我們還是不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會 來防止我們被詐騙對不對 今天的專家就來教我們 怎麼樣呢 我們要怎麼樣被防詐騙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防詐嘗試 這個電話裡面講到 這幾種的理由呢 這個我們判斷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詐騙啦 那聽完之後 我剛剛講到 這類型的詐騙電話 他都通話達四十分鐘以上 那怎麼樣不要被騙 趕快掛掉 不要受他情緒控制 每段令我難忘的旅程是來自癒 每次觸動心靈深處的收穫 而我馬修蓮恩是透過美食紀錄原味 真情的旅人 愛唱歌的原住民朋友們注意啦 部落新舞台第二波市場會全台開跑囉 我們將於3月23號在台東 3月24號在瓜聯 4月5號在南投 以及4月7號在新北市新莊地區 舉辦公四場的市場會喔 歡迎所有想展現一聲報歌藝的族人朋友們 踊躍報名參加 話不多說 趕快邀請親朋好友們 一起到現場來共襄聲舉報 GO 快點 今年的寒假非常不一樣 要飛去印如爪哇島的外公家拜訪 在這裡不但可以划船 還能爬樹採榴槤 彩虹毛丹 還有還有 這裡還有世界著名的波羅浮屠寺喔 2月18日期每週一下午5點在元氏頻道 跟著我們一起放寒假 是的 這個時刻非常的重要 請大家保持清醒 沒有錯 要教你怎麼防止被拚 好 我們來請邱大哥 好 那現在我跟大家講幾個 我們比較常遇到的一個詐騙手法 第一類我們稱之為 假冒公務機關 假冒檢察官的一個犯罪手法 那通常歹徒打來呢 第一通電話他可能會跟你講說 有人拿著你的健保卡在領要 或者是冒 我剛剛講的冒你這個補助款 或者是呢 有人假冒電信公司呢 就說有人拿著你的 用你的名義去申辦門號 然後機簽電話費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假的警察跟檢察官出來就說 你的個人資料被冒用啊 或者是你是詐欺人頭戶 你的金融賬戶有問題 然後呢 接著呢 他會叫你去我們的超商去收這個假的公文 那這邊告訴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政府機關的公文 絕對不會用傳真的方式 一定是用郵寄或者是請你去領取的方式 好 但是他就會叫你去超商去收這個假的公文 那接下來呢 就會有假的書記官 就到你的家裡 叫你去解除定存啊 然後 叫你把錢領出來給他 要監管你的帳戶 那這邊提醒大家 我們有個口訣啦 遇到這種詐騙手法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呢 請勞記一聽二卦三查 聽什麼 就是 你聽這個電話在講什麼 如果 這個電話裡面講到這幾種的理由呢 這個我們判斷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詐騙啦 那 那二卦就是聽完之後 我剛才講到 這類型的詐騙電話 他都通話達四十分鐘以上 那怎麼樣不要被騙 趕快掛掉 不要受他情緒控制 所以你趕快把電話掛掉 然後查證呢 查什麼 就是趕快播165 我知道我們很多部落的朋友 其實不曉得165是什麼樣的電話 所以 所以我今天來最重要一個目的 就是告訴大家165 就是你有任何的問題 比如說有人要跟你收健保卡 或者是收純布啊什麼 你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我們四話播165是不用費用的 直播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是24小時服務 所以你家裡的電話拿起來 按165 那把你聽到的情況 告訴我們165的同仁 我們市軍也是第一線 我找阿里曼 不是阿里曼嗎 不是阿里曼嗎 不是阿里曼 聽得懂我啦 只要你播通165之後 不一定要找阿里曼 其實 接通電話的人都可以幫你解決 對 所有的同仁都可以解決 對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這一集 看到就只有認他啦 對... 他會指明他喔 原住你還指明他 對... 所以每個同仁都可以幫你做解決 那這是 我們這一類型的一個詐騙手法 好... 第二種 是我們剛剛很多朋友都舉到的 中獎投資 他各種理由啊 就說我今天有抽獎活動啊 然後要你去 這個是有道場啊去解 然後其實最傳統就是 他會寄那種刮刮樂 說你中獎中了汽車什麼的 然後他會提供一個電話讓你查證 說是不是獎金你入障 但是你打過去這個是一定是假的 他可能會告訴你說真的有入障 然後最後呢他會就是說 要你繳匯費啊所得稅啊什麼的 才能擬回這個現金 那剛剛有朋友講到說 好像你要跟他見面他必不見面 其實詐騙集團他根本 除了剛剛這個假冒機關的 這兩類型喔 基本上他是不會跟你見面的 他最主要呢就是要叫你 趕快把錢匯出去 那另外呢 在網路上喔 其實現在大家用網路網 越來越多了 所以呢 會有在網路上我們會結交朋友 然後就會有朋友說 我在六活什麼香港的賽馬協會啊 等等啊 投資公務公司上班 那有一個賺錢的機會給你 然後最後呢 他一樣有說 你賺了多少錢啊 趕快把錢領回去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會用各種理由 包含什麼海關啊 要查地下匯隊 要付什麼關說費 關說費 這根本就不存在的理由都出來了 喔 對那這邊提醒大家啦 這個如果有人叫你把什麼手續費 匯到國外的銀行 因為我們發現這類型的詐騙喔 他通常會叫你把錢匯到海外的銀行去 是 所以如果有人叫你把錢匯到海外的銀行 說你中獎了喔 這個都是假的 那一樣呢 就是打165啦 165... 165 所以再提醒大家喔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啦 就是 不可能你完全沒有做任何事情 就有大筆的現金 免費的獎品給你啦 反正要付錢 不要馬上先付出去就對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喔 好 再來 那接下來是網路 對 其實我們現在網路購物 越來越盛行啦 現在 就是很多人都不想出門去買東西喔 那在網路上呢 我們買東西要注意幾個喔 第一個 如果說你遇到一個拍賣的賣家 他不跟... 留電話給你 他就只留MSN喔 現在MSN 在前幾天已經關閉 現在改的Facebook 或者是Skype 如果說他只用這種線上的模式 跟你對談這個購物的內容喔 這個你就要提交警覺喔 一般 最好是請對方留下手機 如果對方不願意留 你要提交警覺 然後他會用各種藉口呢 比如說我商品已經缺貨 或者說我人要出國 你趕快匯錢給我 我才能把貨出給你 如果有這樣的藉口呢 我們要提交警覺 那另外呢 他就... 你要跟他單面交易 他也會說 我現在人在偏遠的地方不方便 然後他就... 不然就叫你先付一半訂金啊等等喔 那這種的 他的手法大概就是 用各種理由 要你先把錢匯給他 最後呢 你當然收不到物品喔 那提醒大家 其實現在網路購物 現在已經很發達喔 對 然後我們在拍賣上我們可以選擇 超商取貨的方式 對 或者是安心賣家 對 安心賣家 超商取貨 或者是面交 盡量不要先匯款 這邊提醒大家就是 還有... 我們最常遇到就是買演唱會門票 演唱會門票一開始發售就是秒殺 對 大家就在那個Seven 或者是全家這邊排隊嘛 排隊 那買不到的人呢 就會上網去找這些 對 所謂的... 黃牛喔 對 但是所以詐騙集團也會利用這種演唱會 門票銷售的期間去騙喔 所以這邊要提醒大家門票 不要... 要小心 那另外呢 不要貪小便宜 我們有一些詐騙案件就是 他去買比市價便宜的商品 我們覺得好像買到便宜或... 比較便宜的東西 然後用各種理由叫你先匯款 最後你收不到物品喔 那這邊有提到啦 入場券啊等等喔 我們盡量用比較... 對自己有保障的方式去買 好 這種第四故事 講到親友喔 這個我覺得在部落也有可能發生 這個數比較長 他有可能是打電話 也有可能是當面喔 就是... 比如說像我有遇過一個案子 就是說他就是一個人 他到你的家中去 然後說 自稱是你的遠房親戚 然後要跟你借錢 他就說 我的車子在哪邊故障 我現在急需要用錢的 那一些老人家... 老人家啊 他心裡很善良 他就說 好像真的有一個遠房親戚怎樣 或者電話裡面提到這樣 他就說 我出了車禍等等喔 要借錢 那他就會叫你把錢 可能當面... 如果是到家中 可能當面拿給他 或者叫你匯款 那... 用這樣的方式呢 假冒成我們的親友 那其實這個... 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假設... 你覺得... 比如說他說 他是你的叔叔 他是你的誰 你就打電話給他嘛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其實打給你自己的... 另外的家人 去確認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情形存在 去求證一下 那其實這一類型的手法還是有啦 那剛剛有提到有一種就是假綁架 剛剛我們有朋友提到 這個... 我們目前也是偶爾會接到 那遇到假綁架其實不要緊張 播165或播110都可以 我們警方來告訴你 即使假設真的有這個事情 我們... 警察機關一定會協助你處理 你不要... 接到電話就趕快把錢匯出去 那其實... 其實你跟警察... 警察講過電話之後 你就會比較安心 那... 另外我們盡量去找到 我們的小孩...小朋友 是不是... 或許他只是剛好電話沒有接等等 那這個是提醒大家 我們真的要注意 這個真的要接 所以以後電話要接 對 以後電話要接啊 對 那第五類就是 我們剛剛... 其實我們購物各自外切 剛剛士君有到位提到喔 就是解除分期付款詐騙 對 那我簡單提一下就是說 它會跟你核對你的購物商品的資料 然後就是說會分期扣款 然後會叫你去解除這個設定啊 然後去ATM去操作提款機 那一樣這個剛剛有提到啦 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聽二掛三查證喔 就是我們不要受它的控制啊 對 一聽二掛 一聽二掛三查證 三查證 對 你們有背起來嗎 有 好 預備 起 一聽二掛三查證 好 那我們的查證要打哪一支專線 來 你可以打一下 165 165阿里曼沒有阿里曼 只有165沒有阿里曼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 搞不好明天變成代言人了啦 太好笑了 他把他的那個思考 整個都放在他的那個 被害的狀況 他打給我們 只是為了要分擔他的痛苦 為了要分擔他的痛苦 但是張老師把他打錯了啦 好想看 是否這樣 這裡有什麼也可以 是否會這樣 然後放下來 我寫了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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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d 我寫了幾句 我寫了幾句 要贏 我寫了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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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朋友呢 只要你能夠把田拼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完全明白 我們紅木是怎麼做的了 看到阿美福的打擊樂團 我覺得很有趣哦 我也好想住住看石板屋啊 童木的建材應該都特別好 對不對 石板屋怎麼掉了 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哦 就叫做海盜明 阿咬阿咬 山都打到 阿咬阿咬 好 今天大家學習很多 但是我覺得有一種狀況 我們都已經講很多 有一些親友 他就是生性不疑 已經掉到陷阱了嗎 對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嗎 有嗎 就是已經被騙 你一直跟他...你這個被騙啦 或者是警方他們被騙 沒有 我沒有被騙 對 就是你要叫他會錢 你要阻止他 他還一直要會的 警察來了還跟警察這樣講說 警察就這樣去 我什麼都不會講 我什麼都不會講 其實在我部落裡面 他收到法院的一個公文書 然後呢 剛好收到的時候 那個歹徒又打電話給他 他說你剛才收到公文書了嗎 他說收到了 等一下我把那個書記官 檢察官的親筆簽名傳給你 然後他說 那個校長問他 那我犯什麼錯 他說你的帳戶有問題 所以法院我們也請法院 檢察官已經把公文書給你 把你的帳戶裡面的錢 先暫存到警政機關安全帳戶 其實有沒有這個好像沒有嘛 沒有嘛 還有那個校長就信以為真啊 是 所以這個真的要小心 他會跟你講說 我幫你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這高大哥可能會相信喔 好辣 警政單位安全照顧 警政機關安全照顧 對 這個是錯的 反正你就記得就打165就對了 如果你覺得怪怪的話 接下來呢 那個邱專員要告訴我們 要如何察覺我們身邊的人 因為他可能有詐騙的跡象 我們要趕快解救他 對... 那如果說呢 你遇到你家裡啊 或者是你... 比如說你到這個... 到外面去發現有那個中老年 他拿著電話 然後神情很緊張 然後一直在講電話 然後好像精神很緊張了 這時候其實 我們就稍微關心他一下 嗯 那其實如果有在我們銀行 櫃台服務的朋友 也可以提醒他一下 就是說現在有一些假的 那個... 詐騙手法... 假的詐騙手法 那... 甚至呢你可以請警察機關來協助 其實... 我們警察同仁現在知道 這很多中老人家 會被騙喔 所以... 其實你如果播110的話呢 其實他們都會出面 來當面跟我們民眾接觸 比如說我們165 如果接到民眾的檢舉電話 其實... 我們有時候也會派我們原警 到家中去 因為你當面講 總比電話裡面講來的有說服力 而且我們是有穿制服去 讓民眾比較安心 然後或者是呢 如果說你家裡有那個老人家 突然說要把他存了好久的定存解除 那你就要懷疑他 是不是要去投資什麼廣西南陵啊 還是遇到這種假冒公務機關 這個是最常見的 就是說他把自己的大量的錢要領出來 那另外有一種 就是一邊講電話一邊操作體款機 會發生在剛剛那個網路購物的 那個分期付款詐騙那個部分 他可能聽從對方的指示 去操作體款機 那如果說你遇到你的朋友 他說他要到超商裡面去幹嘛 他就跟你說 我買東西好像有問題 這個其實我們常常遇到這樣的案子 這時候你要告訴你朋友說 你不要聽他的指示啊 這個是假的 那另外呢 我們有朋友提到去買遊戲點數 對... 那他剛剛那五千塊算小額啊 我們還有遇到更多的 所以說 你遇到更多的啊 有啊 多少錢 好幾萬塊的都有 部落裡面 五千塊 對啊 對啊 這是大概五千塊而已 對啊 所以 就是說如果你有朋友 本來不玩遊戲了 突然跑去那個部落那個超商 或者是那個便利商店 去買遊戲點數 買好幾萬塊 你都懷疑說 買遊戲點數 玩遊戲不需要那麼多遊戲點數 他有可能就被騙了 那另外公文呢 如果有人到超商去收這個傳證的公文 這個一定是假的 那另外 存責印張提款卡 自己的東西要保管好 這個太明顯了吧 對啊 但是我們現在遇到很多求職 比如說 很多可能失業的民眾 他為了求職 他去找一些 不管是報紙啊 網路上的偵柴的廣告 是 他會告訴你說你錄取了 但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提款卡 寄給我 他說我要幫你做薪資轉帳 蛤 給帳戶就好啦 但是 對 但是民眾不曉得 而且他覺得他很高興 他終於找到工作了 所以他把自己的提款卡 密碼什麼都告訴對方 而且他是用郵寄的方式 那我剛剛有提到 這都是很容易變成別人的人頭 真的 對 那所以這幾點就提醒大家 如果身旁的人有這些跡象 很有可能就是在 這個被受騙的邊緣 我們可以稍微拉他一把 對 這樣了解了 其實你們看喔 其實到最後 他們最後一招都是要你怎麼樣 轉帳 要你的錢 沒有大哥 你在接那個165的詐騙電話 有時候你在勸民眾 有沒有一些 你勸他 然後他也是不接受的 就不聽了 印象比較深刻的 還是有 還是有民眾他那個 他的可能是當時的 心理狀態的因素吧 對 所以因為他 他把他的那個思考 整個都放在他的那個 被害的狀況 所以他的那個 他沒辦法 跳得出他理性的思考 所以他打給我們 只是為了要 為了要分在他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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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張老師把他打錯了 對 應該是要播張老師嘛 對不對 可是 可是我們要去救他的時候 他就會對我們產生懷疑 對 他說你們應該是攻擊關 就是要來解救我們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就想辦法就是說 進入他的心理狀態 跟他... 跟他站在同一陣線 然後再把他拉出來 救出來 對... 對 其實部落有沒有 有沒有接到那個民眾 就是部落的人 就有自己的族人的電話 也是有 是不多啦 其實算起來是不多 可是據我猜測 接到的應該都很多啦 只是你們都沒有像我們165反應 或是像當地110反應 對 沒錯啦 沒有不敢講 怕警察 不是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害羞... 被騙三千 對 沒有關係啦... 因為被騙好像是不好意思的 對 會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對 但是我想說感謝奉獻給上帝 對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啦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喔 我們被騙的機率 可能會比一般人高 其實這樣在山上 詐騙其他那些歹徒也知道 山上的物資不是很多 所以他不會跟你要10萬50萬 舉一個例子喔 他是假冒那個維修瓦斯的 像我隔壁啊 一個叫姓黃的大姐 他好高興喔 剛好他瓦斯壞掉 然後換完了之後 問他多少錢 他說你這個喔 你可以用10年都不會壞了 但是價錢比較貴 是貴 然後問他修好了 問他多少錢 8800 對 剛好那黃大姐身上有9000塊 你們辛苦了 8800給你 200塊給你們吃便當 對啊 山上的就是這麼可愛 被騙了還請人家吃便當 對啊 他不知道嘛 他覺得你來幫我解決我的問題 對… 其實我這邊也有一個這個是 是你嗎 你自己是不是 自己的經驗 我跟我太太有一次回花蓮 剛好在那個 那個從德是一個管制站 然後在那邊賣很多林產 就有一個大概30出頭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有鑽一個工作服 上面寫著 專制剝皮辣椒 然後她就敲我們的門說 先生是不是 她要搭便車 她說我剛才小孩子 家裡小孩子出事情 就叫我打電話來 然後我要趕快回去 要請你們載她一程嗎 就是載她一程 後來我們當然也是 那麼好心裡看我的臉 後來我們就載她 一路上她好感謝喔 然後最後到美輪 美輪一個平房 那個房子也不會說很好 然後我們載她說我們要走 她說你不行 非常感謝你一定要下來 喝一杯水之類的嗎 一定要下來 結果我一看她的老公 是不是演得不知道 半身布水在那個 躺椅在那邊 小孩子五六個跑來跑去 聽說有一個是不見了 就跑到哪裡了 然後一定要我們下來 我們說好我們下來 她說我們這裡就是 她在崇德那邊 是賣那個普比辣椒 還有茶葉的 她說你們真是好心啊 這樣子 請我們喝茶 來聊聊聊 我們要走了 她講 你們一定要好心 到底你看我那個老公 現在小孩子又不見了 我們以後要怎麼樣 怎麼樣維持這個家庭 所以要奉獻 後來她拿十罐的那個茶葉 她說這樣好了 再做一個好心 把這個十罐你們買了 我用打折 打到我家裡都 每個人都不折 然後說本來是 她說這個是茶葉冠軍 一罐大概要五千塊到一萬塊 這樣都打一半 十罐最後怎麼巧到 我們有愛心呢 後來用一萬塊給她買下來 然後我們回去了 後來才知道 她經常用這個手法 就是騙人家到家裡買那個茶葉 這應該算是強迫推銷 我覺得其實是因為 她是運用那個人好的心腸 人都會看到 就是想要助人的那種心態 那其實這樣子其實也是很糟糕 因為你知道 真正需要幫助人 他們可能之後就會被拒絕 對 這樣真的很不應該 雖然詐騙集團不會聽 可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對 當然我們講的都是詐騙錢對不對 對 那還是就有一點也要小心 就是騙色 這個也要小心 騙色什麼啊 對 就騙像我這樣子的帥哥 好啦 我覺得在節目最後 我想要再請那個 我們的邱專員 跟我們大家提醒一下 做一個小小的叮嚀 就是 其實詐騙喔 就是到最後就是剛剛我們主持人講 他就是要你去匯款 要你去轉帳 是 除非像這個假檢警 就是去當面跟你取款 所以詐騙集團 他不會輕易的出現 除非這種假冒公務機關 所以你遇到任何 你覺得怪怪的地方 比如說 其實有警察說要偵辦行案 其實你不用緊張 你就撥110 請當地的派出所到你的府上去 他會幫你協助 那如果有政府計劃要通知你任何事情 一定會用真的公文 不會請你去超商去收傳真 傳真 那我們也不要聽信網路上 任何的朋友 比如說 我們剛剛企業生的經理 去買遊戲點數 去借錢給別人 我們盡量用電話聯繫 確認是不是這個人存在 這樣我們才能避免自己被騙 那最後提醒大家 這個165這個專線非常好用 你有任何詐騙上的問題 或者是你覺得很... 你今天覺得怪怪的 有政府計劃通知你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或者有人企圖要欺騙你的嗎 你都可以給我們反應 我們會告訴你一個 對 比較正確的處理方式 對 而且阿里曼會站在你的角度 為你設想喔 真的 是不是 對 還是要呼籲一下 只打165不要指定阿里曼 今天真的紅了 今天真的很開心喔 在最後呢 要特別的叮嚀大家 今天做的這一集呢 是不知道可以拯救多少人啊 是的 但是如果年輕人你們有看到的話 記得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們身邊的老人家 對 一定要注意到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很少看電視 接受的資訊比較少 比較容易受騙跟上誕 對 幫忙一下長輩 好不好 天下沒有不勞而禍的事情 對 也沒有白吃的午餐 感謝你的收看 也謝謝今天所有的詹彎老師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最可愛的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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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要忘了下次晚上同一時間 八點要收看我們的 電視節目 下次見 對 也沒有忘了 teas 也有麻煩 フード記 知 故隱集團 不可有樂觀 在你就是不可以啊 你還會沒有 你不可以啊 是 不可有震撼的 不可有不可有 那個大小的太陽 次,不得你 事實際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让整个变成是一个曲剧场面 它是独一无二的 传统里面的故事都拿出来用 有一些传统的故事定不太清楚 它的普通意象的建构是什么 好像前人留下来的古密码 就像名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它到底是什么 这一个你看起来它很像是流体力学的东西 我这个就是柔情四孙 这一个有一个勇士头像 再过来有一个圆窝纹 这个圆窝纹呢 在人类学里面去研究 麦田圈有很多圆窝纹 那个是无限循环跟无限延伸的意思 不要为文创而文创 也要去发掘文化内涵跟深度的东西 去挖出来 而不是在浅盘上面 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这个很浅的这一个文化里面去打 请设计师 或者是部落 哪一个部落里面非常有想法的一种 很有设计概念的 原住民的 就帮忙为这个部落想 他应该用什么东西 他听一听他的故事是什么 我们如何把这个故事的精神点 转换成一个商品 我们也很希望它是一个 真正代表着万三十六的产品 然后也凸显了万三 他的文化标记得一种 出唐 unique 这个故事是什么 只有一个 有任何有我就 有一些 都觉得 going 那么一很小 不好意思 还有这个 用心照顾 耐心教导 爱惜环境 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们真的很可爱